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在我面前是一些聖經時代的古錢幣 其實我搜集和收藏一些 與聖經有關係的古錢幣 已經有一段時間 這些古錢幣包括了以色列的古錢幣 好像是猶太時代 亦都有希臘的 有羅馬的 更加有羅馬後期的一個 東羅馬時期的拜占庭的錢幣 都是在我收藏的裏面的一部份 其實可能你會問 為何蔡牧師會收藏一些古錢幣呢? 其實回到我和太太 對於聖地考察 在以色列讀書 以及最深於研究 聖經的背景是開始的 如果一個男孩 很喜歡一個女孩的時候 無論這個女孩 她喜歡喝甚麼飲品 或者是喜歡穿哪一種牌子的衣服 喜歡去哪一間公司購物 又或者喜歡聽甚麼音樂 或者她有甚麼特點 這些都是可能一個男孩 很想念這個女孩的時候 想要知道的 同樣想認識聖經 而從而要認識聖經的背景 我們都在各種各方面 跟聖經背景有關係的課題 我們都放了一些心機下去 好像我太太很喜歡聖經時代的一些文化 或者風俗習慣 甚至食物等等 而我呢 就很喜歡聖經的一些地理 歷史 考古 以及跟聖經有關係的一些郵票 以及這一種的興趣 就是古前幣 由認識這些古前幣裏面 更加認識聖經不同時代的背景 包括了一些君王統治的時期 也或者有關當時用甚麼 作為年代的一種揮號或特徵 這些呢 都是我們去研究這些古前幣的時候 很想能夠了解得到的 在我背後的那些呢 就是羅馬的古前幣 在我身邊這處呢 就有羅馬 亦都有希臘的 在我前面大部分呢 都是希臘的前幣 其實這些古前幣呢 各個裏面呢 都有它本身的故事的 為甚麼我們會知道 這些古前幣裏面的故事呢 其實都是從一些書本裏面 去翻開認識 以至從中裏面得到了解